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6年12月24号主持会议探讨沙石席选场用地取得困难的陈威仁 接起手机还没听到问题 一听到是记者急着挂电话 三例新闻的记者毕姓朱文 回过当年公文日期民国86年首次开会后密集进行会刊 隔年6月通过补助6800万 10月招标还赶在当月就动工 这样的审速打通关对于一般工程来说合理吗 超过4000万以上全部政府买单 短短的七八个月就能够弄完 这个速度已经是超乎想象 那这样子的预算的执行 如果没有相当有利人士的施压难以想象 立委点出大工程火速完工 恐怕需要有利人士背后推波助燃 当年关键人物之一 黄国昌点名就是当时的经济部水资源局长徐恒坤 之后还涉及多起贪污案遭到通气 至今却四处趴趴走 实在离谱至极 成年就案谁在操控 虽然年代久远仍被一一翻出检验 谁瞧事谁又是幕后黑手 恐怕统统躲不掉 深属的李维廷 张燕晴 朱主军 台北报道